说到蓝色生死恋 爱看韩剧的小伙伴应该了解 这部剧可以说是韩国经典电视剧的 不仅剧情感人 台词也很经典 以至于多年后依旧印象深刻 但经典剧总是逃不开被翻拍的命运 目前影版蓝色生死恋定打8月17日全国公映 作为经典韩剧的翻盘 其热度自然不小 蓝色生死恋讲述了三岁的俊熙 樱桃气使的妹妹在医院和另一名女婴报错 十几年后变成俊熙妹妹的恩熙 与她真正妹妹心爱 在经历了交通事故了 发现了当年真相 最终两人都回到了各自的家庭 最后两人相恋 相爱 影版的主演有赵露丝 徐凯 孟美琪 不得不说导演很有眼光 当初拍摄时几位都是十八线的小明星 谁知今年全部都火了 看来该电影的片房金盏会不错呢 看到肉嘟嘟的女神赵露丝 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今年的一部穿越剧 《我的皇帝陛下》 在剧中饰演机灵少女洛飞飞 凭借可爱的脸蛋和淘气的人设圈粉无数 其实同期播出的也有萌其实神 不过在该剧的性格是温婉可人的 不得不佩服赵露丝的可塑性很强 之前在凤球皇还饰演了独女配马雪云 完全不敢想象是机灵可爱的洛飞飞呀 如今在剧中饰演女主 期待她的精彩演绎 山枝大哥孟美琪今年凭借创造101大火 在节目中的精彩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出道 加入组合火箭少女101 此番孟美琪在该剧饰演女二号 原版中是一个阴狠有诚服的人 不知道孟美琪能够凭借演技获得观众认可 男主是最近在演戏攻略中饰演富恒的徐凯 颜值高演技好和女主位阴露的感情 也是感动不少观众 不过最终取了耳机心疼徐凯 不过呢徐凯被网友爆料家暴女友 还和大大白鲁交往甚异 虽说经纪公司已经发表声明 但各方网友一觉议论纷纷 男主是他注定凉凉了 除了男主的风流运势